即使影像是台北象山101 来看看外头 云量还是偏厚 感觉还是有点阴阴的 目前台北的温度大概12.5度 但今天其实温度是会慢慢缓慢回升 今天像是北台湾高温 有机会来到16度上下 其实跟前两天相比 已经比较温暖了 但提醒大家一早还是蛮凉冷 现在8点多 准备出门上班上课 像台北地区只有12.5度 坦白说还是蛮凉 记得后外套还是要穿上了 接下来跳过亚洲云雨图 提醒大家 今天冷空气是持续减弱 温度真的是缓慢的在回升 但幸好这个华南水汽已经减少了 但是台湾附近是偏北风到东北风的环境 迎封面的大台北地区桃园 云量还是偏多的 至于东半部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感受 新竹以南都云道晴 越往南走 看到阳光的几率就越高了 至于明天周休假期礼拜六 天气相对来说还不错 高温会比今天再略升一到两度 西半部多云道晴好天气 东半部云还是比较多 晚上开始恐怕就会开始又要下雨了 这一礼拜天就是东北季风增强的过程 整个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北台湾的高温也会再略降一点点 就一下礼拜一开始 台湾附近会改为一个偏东风到东南风的环境 天气更稳定了 就连北台湾的温度也会明显的回升 到时候就蛮像春天的感受 会蛮温暖的 接下来透过温度趋势图 也要提醒您今天的低温 是出现在金门只有7.1度 至于在本岛部分 是新北市富贵角8.5度 坦白说也都是蛮凉冷的 白天之后温度会慢慢回升 北部大概会回升到高温 大概15 16度 而东台湾有机会上看20 21度 主要是台东的部分温度会偏高 而中台湾要留意的 是日夜温差蛮大 9度到21度 南台湾温差也蛮大 12度到23度左右 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温差大很多地方 恐怕会差个10度之多 至于明天高温会再升个1到2度 而礼拜天刚刚有提到 东北季风影响 北台湾还有宜兰花莲的部分 高温会再降个1到2度 而中南部跟台东影响不大 其实高温都还是有机会超过20度 只是要回顾的话 还提醒您今天低温的状况 目前有些地方还是发布低温特报 有17个县市是低温特报 除了花东 屏东 以及离岛的澎湖跟连江 没有发布低温特报 其他都还是低温特报的半围 而城市灯号要特别提醒您 北北极 陶竹苗 还有宜兰金门 都是有可能出现10度左右 或1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早上温度还有晚上温度 都还是偏凉冷的 至于关心温温度 来关心降雨的状况了 透过雷达回坡图 这个水气其实跟昨天相比 真的减少蛮多的 但有些地方还是有降雨的状况 主要在北海岸 还有台北跟宜兰花莲 早上一些飘飘雨 局部小雨的感受 至于雨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些些 但坦白说也不多的地方 是在蓝雨 蓝雨累积雨量大概7毫米 宜兰大同的累积雨量是4毫米 而今天的水气 都是慢慢减少的过程 所以这些地方的水气 坦白说也是不多的 所以出门 其实还是要注意外头的天气状况 只是这雨到底会下多久 四日雨区提醒您 今天开始其实水气慢慢减少 但主要还是东半部的部分 还有东北部要特别注意 恐怕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 至于明天主要是下半天开始 有些地方恐怕会开始下雨 主要是晚上的部分 还是东半部跟东北部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 而礼拜天的状况也是类似的 所以提醒大家 这几天主要的观众朋友还是要注意的是 东半部的部分 恐怕银风面还有东北部 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感受 出门最好还是待把雨制 最后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是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今天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回升 高温有机会来到15 16度 但是要注意了 礼拜天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这温度主要是高温的部分 还会再略降1到2度 要等到像周一开始 这个温度会明显回升 有些地方都可以超过20度 另外在中部的温度趋势 其实中部开始受到了冷空气影响 已经感受上比较少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像今天温度均温落在11到21度 温差就超过了10度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其实天气还蛮好的 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 高温来到23 24度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今天还是有一点飘飘雨的感受 所以这个高温也上不去 大概来到17 18度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